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9月21号,星期六 今天我们再谈湖南省财政厅长刘文杰坠楼一案 今天有最新的警情通报出来了 这个警情通报呢,我看完以后呢,是疑点重重啊 那么对这个通报大家信不信呢,自己去判断 我肯定是不相信 那么前天啊,我出了一期节目呢 介绍了这个湖南省财政厅长刘文杰的坠楼案 里面呢,讲了三个版本 当然,第一个版本呢,是比较扯淡的 讲的也比较简单 就是两个人呀,到这个刘文杰的宿舍 然后首先是刘文杰坠楼 接着呢,那两个人呢,也坠楼了 这是第一个版本 中间呢,没有一点情节介绍 那个版本呢,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第二个版本呢,就有内容了 说是这个死亡的另外两个僵尸兄弟啊 他们俩呢,跟刘文杰呢,有那种男女关系 然后那天,他们刚好在刘文杰的宿舍 这个时候呢,来的有杀手 就把他们三个呀,同时都从楼上呢,扔下去了 而且讲了这个理由 就是说刘文杰的这个案件呀 可能涉及前一段时间呢 湖南省抓了这个前政协主席李薇薇 并且牵扯到前湖南首富谢子龙 所以有人呢,可能为了这个灭口啊 怕这个案件呢,牵出更多的人 就来对这个财政厅长下手 刚好呢,碰见那两个人呢,在里头 可以说那两个人啊,是躺枪 陪着刘文杰呢,一块坠楼了 这是第二种说法 那么第三种说法呢 就是这个僵尸兄弟两个呀 来找到刘文杰 讨要刘文杰曾经为他们担保出借的六千万元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呢 发生了撕打 就是他俩呀,把刘文杰从阳台上弄下去以后呢 然后他俩用床单被罩打成绳结呢 想从这个楼里头逃走 结果这个床单断裂 把他们俩呢,也都坠楼了 这呢,是前天讲的三个版本啊 实际那三个版本呢,也是网上的传说啊 那么真实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呢,也无从知晓 但是今天啊,最新的警星通报出来了 我跟大家呢,一块来分享一下 然后呢,我希望大家呢 也参与到这个破案的过程中 这个案件我们可以想嘛 只要中共不透露真实的情况 谁知道呢 对不对 实际大家根据这个已知的情况呀 来猜测这个案件啊 并没有什么不妥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警星通报 警星通报 2024年9月19日上午9时31分 长沙市公安局 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2栋13楼 有三人坠楼死亡 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 全力开展案件 侦破工作 初步查明 受害人刘母杰 女58岁 湖南连远人 居住城南西路1号2栋13XX房 他这把房号的后两位数呢 用XX代替的啊 犯罪嫌疑人 江母辉 男31岁 户籍地湖南省平江县 戊口镇 平江县天号实业有限公司 等单位法人股东 2019年到2022年 在外省从事家具生意 期间多次往返澳门赌博 欠债1200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 江母 男35岁 户籍地湖南省平江县 戊口镇 经调阅监控录像 询问目击证人等 初步查明 9月18日下午14时57分 犯罪嫌疑人 江母辉 江母进入城南西路 1号小区踩点 19日凌晨0时27分 江母辉 江母离开小区 到小区对面酒店楼顶楼梯间过夜 6时49分 7时07分 江母辉 江母先后进入城南西路 1号二洞 在13楼楼梯间蹲守 在刘母杰离开家门时 江母辉 江母两人持刀将其劫持进入房间 周边视频显示 九时12分 刘母杰与江母从阳台上同时坠落 阳台上有搏斗的痕迹 九时17分 江母辉将两个窗帘打结 并绑在阳台中间的窗框处 企图通过窗帘 下滑至12楼逃离现场时 坠楼身亡 经现场勘查 刘母杰家中家具 衣物被大面积翻动 在13楼楼梯间 发现犯罪嫌疑人遗留的两个黑色双肩背包 在背包中发现带挂钩的彩色尼龙绳一条 约3米 橡胶手套 钳子等作案工具 经调查 未发现刘母杰及其家人 与两名犯罪嫌疑人 在案发前有交集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 2024年9月20日 这是最新的警星通报 那么大家听完以后 有何感想 就是两个企业家的一个呀 由于在澳门赌博呢 欠了1200万 所以呢 就是踩点作案 而且是瞄准了湖南省 财政厅的厅长 你想这个案件多么的离奇 而且他这里头介绍呀 这两个人呀 可以说是蹲点了一晚上 结果到了这个财政厅厅长家里头以后呢 就和这个财政厅厅长呀 扭打起来了 有一个人呢 可能跟这个财政厅长呀 扭打至窗户边 两人不慎坠楼 然后第二个呢 拿两个这个窗帘啊 打成结 想下到12楼逃走 你说这个情节啊 是不是很光蛋 对不对 难道说一个58岁的财政厅厅长 能这么要钱不要命吗 对吧 另外还有从窗户逃跑 那个情节 明显不合理嘛 他没有必要这样逃走嘛 因为门口又没来警察 又没来其他的人 他从13楼楼梯间逃跑 跟从12楼楼梯间逃跑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这个案件啊 从他这个通报来说啊 就一点重重 那么这个案件发了以后 在网上呢 有一个号称江母辉的妻子呢 在网上就发文 说他丈夫呀 是一个守法的企业家 两天前离家以后呢 就一直没有回来 结果看通报呢 就成了犯罪嫌疑人 他非常想不通 就上网来讲这个事情 希望有人呢 也给他提供一定的线索 那么第二个比较可疑的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刘文杰坠楼以后呢 公安局的案情结果 并没有出来的时候 湖南省财政厅呢 已经给刘文杰发了曝告 而且成立了智商委员会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曝告啊 你就觉得这个事啊 太可疑了 9月20日 湖南省财政厅发布曝告 中共二十大代表 十三届人大代表 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 9月19日九十十二分 在湖南长沙遇害 享年五十八岁 在复告中呢 称其政治坚定 克敬之首 一心为民等等的 可以说还是称他为同志嘛 就是把他定义成一个 刑事案件的受害者 那么大家想 这个是不是也很奇怪呢 公安局的破案 结果都没有出来呢 单位就给他定性了 就是按照同志呀 给他办理丧事 没准后面呢 还给他搞一个因公殉职 这样的话 家属呢 还能拿到一定的待遇 等等这些事情啊 让人感觉到 是不是欲盖迷章呀 那么大家听完 那么大家听完这个 警方通报以后 是不是跟我一样 感觉到这个中间呀 疑点重重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 更好的想法啊 我们留言 共同探讨 没准你分析的案情呀 才是最接近真相的 那么这个案情通报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